屏數10到22坪 主打溫馨小宅風 還有這間雙柄19坪 挑高3米6 希望減少壓迫感 房市交易 小宅物件儼然成為主流 現在小宅當道 雖然生活的空間不大 但是該有的像是客廳 或者是廚房 以及衛浴設施 甚至是陽台 應有盡有 位在台北內湖區 這間迷你宅 全狀屏數26坪 但公設占比上看4成 總價壓在2000萬以內 鎖定年輕族群 要把小空間用到極致 你以為這樣子就沒有了嗎 它其實是一個1加1的房型 而臥室的空間 雖然整個感覺都比較迷你 但是要擺下一張雙人床 也不是問題 小宅當道 就是因為房價高的嚇人 年輕人幾乎買不下手 坪數也越縮越小 看看今年第三季房市 25坪以下小宅占比 全台平均41.76% 等於每賣出五間房 就有兩間小宅 六度中以臺北百分之五十四點二九最高 縮水速度有多快 2016年臺北成交物件平均三十點六坪 2022年剩二十四點一坪 平均一年縮水一坪 賣氣卻依舊熱烈 以目前成交量其實也是大概多了三成左右 對 這個量其實是還蠻多的 目前最多來詢問的就是年輕族跟首購 以及可能要從家裡搬出來的一些新婚夫妻來詢問 郭居時代來臨 看來低總價 小坪數建成市場主流 進行微信指揭 吳廷貞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中文